Hello,我是Bell,最近在关注一些专业,社区大学的专业为了明年入学的一些准备吧 那我今天呢就来先介绍一个我了解过的一些专业就是洗牙师 那我这些信息呢都是那个社区大学的那个咨询员接待员在接待我的时候给我一些信息 那我就把它总结了一下 那关于洗牙师呢,第一个呢我要说的是怎么要学习 那我把它分成大概三部分的学习 第一部分就是那个必修课,就是你要去学校里学习的一些基础的课程 那这些课程都是学什么啊,什么化学啊,生物学啊,微生物学啊,生理学啊 牙根形态学,心理学,英文协作,实验操作 还有解剖学,牙齿解剖学,临床实验学等等等等 我数一下大概是三门左右这样的课程 那等这些课程考完以后呢,你看这第一个,然后就是第二个考试 第二个就是大概这个考试是在学期的最后吧 它要叫什么National Bird Exam 是一个不太简单的课程 不太简单的考试,这个考试呢是350道题 考试时间是9个小时,是从就全天考试这个样子 那这个考试通过了呢,就可以进行第三个考试 第三个考试呢是实践操作 它叫什么呢,Clinical Bird Exam 就是一个实践操作的一个考试 那这三个考试都考完以后呢,你就毕业了 那毕业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呢? 你会得到一个Gentle Hygiene License 还会得到一个副学时学位 然后就可以找工作了 那这个是第一部分关于考试 那第二部分我来说的就是工资 那工资怎么样呢? 工资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周呢 是每个小时呢应该是从35到55 也就是说年收入呢最高已经超过了10万 最低呢也在六七万这样的 所以我未来发展,单从工资上来说的话 是我是觉得非常有获利的 那第三部分就是来说一下这个 瑕疵它到底是做什么? 就是普通洗牙,深度洗牙,拍牙片 以及那个牙齿的一些预防的治疗 还有一个它就是它也可以局部麻醉 还有可以开一些,有些处方权 那基本上我觉得去牙医,去看牙医 接待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洗牙师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 洗牙师和牙医的区别就在于 牙医呢是有决策权 而洗牙师呢就是实施方案 解决方案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我印象中我去看牙医的 那个洗牙师帮我接待我呢 它也帮我记录了一些那个历史的病情 历史病例吧 病例还有一些口腔的那些讲解 怎么保护牙齿啊之类的 然后这是第三部分 那这个洗牙师到底做什么 第四部分呢就是我要说的是 这个洗牙师 这个它就是在最后考试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license吗 那那个Dent Hedra License呢 它是每一两年是需要更新一下的 那这个更新的学习呢也是免费的 大概的时间是从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 我不太确定到底多长时间 老师那个咨询师也没有给我一个特别的答案 因为他说每个周不同然后会接改变吧 总之就是这个Lessense是需要更新的 就是一两年因为这个也是可以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吧 因为牙科总是在发展嘛 科学在进步 总会有一些新的信息啊 或者新的仪器啊 那这个时候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就是有点麻烦感觉 好这是第四个部分 第三第四个第五个第五个部分 就是这个上这个职业的上升空间在哪里 刚才说这个学这个毕业以后呢 得到的是副学士学位 如果你想变成学士学位的话呢 你就可以继续回学校 或者是在家自学一些一些课程 再多行一些课程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就是 你得完学完副学士学位 你可以得到学士学位 如果想升为那个硕士学位呢 这个专业特别好 就是可以在线学习 也就是说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在家继续完成学习 那这是它的上升空间 最后一个就是英文的要求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母语的国家呢 不管怎么样 不管做什么 英文要求都是有的 但是不要让这个英文 这个成为一个绊脚石吧 只要你有信心 你想做 你觉得你可以做好 只要你相信自己 可以通过这些所有的课程 那么也相信自己 在完成这些所有的课论学习之后 我们的英文一定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就是要让自己的能力支撑 自己的野心 能够也就也到那里去吧 那这是我了解的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 到现在为止 我也是还在思考中 那未来我还会介绍一些 我感兴趣的一些专业 下个星期呢 我要介绍一个就是 牙医助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星期见 拜拜